16天,329个奖牌项目,数不清的奥运时刻,你最难忘的是哪个瞬间? 是潘展乐刷新的记录,还是拒绝内耗的青春态度? 是郑亲文实现历史性突破的热血,还是身处逆境时的顽强? 是孙颖莎王主钦拿下国拼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? 还是全红蝉陈雨昕旋转乾坤的完美身影? 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绽放的优雅与力量,还是胜利豪射落金牌时脸上的波澜不惊? 登场巅峰,超越极限,逆风翻盘,都给人惊喜,都值得掌声。 而谁说,胜利只属于第一名,四乘一百米接力,中国小伙儿为了第七, 那可是世界第七。 来自大梁山,九岁前,从未见过大海的姑娘杨思琪,在奥运赛场冲浪, 这可是过了千山,才拥抱了寒暖。 而难忘的,还有那些遗憾,是在最后一刻,与金牌势之交臂的一难评, 是愿意去挑战自己,但最终也没能胜病痛,是已经拉满了所有, 却总还有那么一步之遥。 可遗憾,也并非终点,它只是情节的启程, 就像当中国女排汉别赛场,我们依然有信心,去等新故事发生。 难忘,那些浪漫而真诚的表达,游宇晨向黄雅琼求婚了, 和冰娇在领奖时举起了对伤退选手的牵挂, 奥运是载体,让我们看到了爱的具象化。 难忘,最漫长的光阴,61岁,最青春的锋芒,11岁, 惊奇,两米二六的文斑,更震撼,一米七二的荷村鲁灰, 在他头顶上投篮,战霸七季奥运,此刻谢幕收官, 拿下六枚金牌,奔赴热爱依然。 这些开合广袤的数字,打破了我们理解的局限, 那些看似没守的成规,在努力面前,都能被改变。 难忘,那些幽远的传承, 从郭晶晶到全宏蝉,从徐海峰到盛丽豪, 从刘国梁马宁王浩,到马龙梵建东王楚清, 时空流转,一代又一代, 从做梦,追梦,到真正理解了梦, 实现了梦,更难忘,最直击人心的感情。 大战在即,少年等清风徐来, 内心似水波不星,胜利瞬间, 那眼神里,就融会了太多曾经。 郭西升起时,领奖台, 温宁齐,就都跟着唱出了声。 此刻,我们已经能够读懂, 你的拼尽全力, 你的心有不甘, 你的虽败无耐, 奖牌只是勋章的一种。 结束了,存下吧, 那些绽放赛场, 也点燃生活的灿烂诗篇, 奥运的故事, 会在某一瞬, 刻进你的人生, 在动摇的时候, 告诉你, 嘿,相信自己, 往前冲。 小朋友问, 那个圣火熄灭了, 它去哪儿了? 我们可以回, 没命, 在心中。